今天是个美好的周末天 但是小编我顶着专业的精神 顶着这个大太阳啊 来到这个 Mazda Showroom 为的是什么呢? 走 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 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所以在我们眼前的这辆 AA 就是 小白款的 Mazda 2 Sedan 版本 我们在外面也是有看到 它们有一辆 Test Drive Unit 是 Hatchback 版本啦 而且是最新的和我身旁的 Mazda 3 一样 的 Polymetal Gray 水泥灰 我个人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那说回这个 Mazda 2 啦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外款的 Mazda 2 它的车头 是导入了最新的 Kodo 家族式设计 这个前年也让这台车看起来很有 它的大哥 Mazda 6 的感觉 然后下方呢 它并没有那个雾灯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镀铬四条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蛮有质感的啦 然后这个新铁式的头灯呢 它还采用的是一个 LED 的配置 所以这个是一个 LED 大灯来的 然后有这个 蛮漂亮的一个圈 这个圈呢也是日行灯来的 但是这个灯呢它就没有 Auto 开启的功能啦 OK 移到车侧的部分 这小改款的 Mazda 2 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 全新的 16 吋轮圈设计 搭配这个 Download Inner Safe 的轮胎 它的尺寸是 185 50 26 那移到车尾的部分 小改款的 Mazda 2 呢 无论是 sedan 还是 hatchback 版本 它的车尾其实改动的不是很大啦 那这小改款的 sedan 版本呢 它是多了这个设计啦 这个保险感的部分 看起来有比较立体的感觉咯 然后下面它有这个很大个的雾灯 温馨提醒大家 千万千万 平常开车的时候 不要开启这个雾灯 因为这个雾灯真的太亮很刺眼 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 你才打开这个雾灯 OK 那我们现在就 走到内装的部分 在内装部分 小改款的 Mazda 2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啦 改变并不大 那我先说设计的方面 在设计上 它的这个中控台 依旧是和改款前世 采用一个一样的设计 但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设计在通缉之中 算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至于它的用料部分 其实是有点改变的 这边还是硬塑胶 而中间的这个皮革呢 也是B segment 当中 少有的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配置啦 然后这个皮革呢 在小改款车型当中 就换成了一个 深灰色的一个设计 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深灰色 有提升了这个档次的感觉 让这台车看起来更加的高级的感觉 同样的灰色皮革呢 也出现在小改款Mazda 2 的这个桌椅设计上 它采用了一个灰色皮革混搭 Alcantara 绒皮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呢 我觉得看起来也同样是提升了它的高级感 在配备部分呢 其实小改款的Mazda 2 也没有太多的提升 我国的这个小改款Mazda 2 并没有像泰轨车型一样 有导入这个 电动可以电动调整的司机前座 在我国依旧是手动的配置 但是这个MZD Connect 主机呢 它就导入了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功能 你可以透过这个主机直接操作你手机上的 App 像是 Waze 啊 Google Map 啊 以及 Spotify 等等 大大提升了行程的便利性 也算是跟上了现在的潮流啦 至于仪表盘的部分呢 则是维持之前的设计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也是一样 是和上一代的Mazda 3 一样的一个设计 我其实蛮喜欢 Mazda 2 的这个中央植物格的设计啦 像是这个 这边有这个皮革的包袱 然后这个排档杆呢 这里还被一个 雾影式的这个铝制饰板 围绕着 这里看起来很有质感 无论是触感还是视觉上的质感的 它都呈现到很丰富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Sport Button 的这个 也表示这台车是有 普通模式以及运动模式可以选择的 还有这个 Angelic Connect 的这个旋扭 以及控制扭 设计是在这边的 这个呢也让这台车看起来 高级了不少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呢 这个小白款的Mazda 2 它在安全配备部分呢 它还是只有两个安全气囊啦 这一方面就真的是 有点太过可惜了 以这个年代来讲 两个安全气囊的确是少了一些 在后座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小白和Mazda 2 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这个空间表现上呢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是168cm 我现在这样子看的话啦 我的腿部空间是有两个拳头的位置 还算OK啦 然后我个人有一点喜欢的是 它的这个桌椅的椅垫的高度还蛮足够的 就是我 还算是能够很好的支撑到我的这个腿部 然后脚方面呢 我也是可以很好的放在这里 当然可能身心比较大的人就会觉得 这个位置会比较窄了一点 然后有一点我注意到的时候 原来这个Mazda 2 它是没有中央这个扶手箱的 这一点就有点可惜啦 另外一点呢 这个门板我个人很喜欢是 它有同样也是有这个Alcantara的包袱 然后这边不是暖塑胶 OK 那这个Alcantara包袱呢是加分了不少 前方也是一样 就整个你手靠在这边的时候啊 你会很舒服的 靠着这个Alcantara 感觉还蛮不错的 打开这个行李箱呢 我们可以看到Mazda 2 Sedan 它的这个尾箱其实还蛮宽的啦 它的容量为410公尘 然后支援64分离的这个坐椅倾导功能 Hashback 版本呢 它的尾箱容量则是220L 而我国的小概款这Mazda 2呢 它是只有单翼车型 然后它搭载的引擎是我身后这具啦 1.5L 的Sky Active G 汽油自然进气引擎 它在6000转可以产生出 114hp 的最大马力 缝子扭力呢 则是在4000转 释放出149Nm 并搭配6速的Sky Active Drive 自排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呢 也是和改款前的 Mazda 2 是一样的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关于这个我国版本的小软款Mazda 2 那这个小软款Mazda 2呢 我们刚才有跟这个 Showroom 讨论这个价格了 它的价格分别是 10万3670令吉 以及10万4170令吉 为什么会有两个价格呢 其实是因为 这个比较贵的车价呢 是for这个 我身后这个 Soul Raid Crystal 也就是蚊动惊鸿的版本 它是贵一个500块的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高官的Mazda 2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今天这个简单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 我现在要赶着去约会了 今天星期六我还要做工 你看我小编不容易挡 ok啦就这样拜拜